這個周老師這個客戶 他七十幾歲了 迷上了按摩 兩個月花三百萬 而且不惜跟他太太離婚 對啊 他就說要離婚好啊 我工廠不做啦 我幹嘛要 我工廠把它賣掉喔 可以拿更多的錢 對 苗苗這如果妳老公呢 妳覺得怎麼樣 我一定打死他 不能接受 對啊 辛辛苦苦賺的錢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去把它花掉 辛辛苦苦賺的錢 現在老子就是快樂啊 而且一年就可以把他花完 那個我就會想說 這我要存多久 我們以前這麼辛苦 是很浪費的一個行為 對啊 你要這樣子 我也可以喔 每天戴不同的那種 你知道 面具 也可以幫你做按摩啊 如果感見到我的臉也沒關係 要戴面具啊 登關子暗暗的 妳要戴誰的面具 今天他喜歡的人 我要先訪問一下他 需要誰 這樣可以嗎 太太戴面具好不好 幫你按摩 那感覺有生動感嗎 會生動 他死的 那個 那面具死的 我看了就會嚇死 你知道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可能 這不是好法 你不要說 我現在又打那個 潑料症的 皮膚弄得更好 老婆你年輕啊 我跟很多做夫妻 在家裡不打扮的 然後丈夫老看著 就是這個樣子 不打扮那個樣子 他出去看 每個女人都打扮 漂亮 很艷麗 外面是個花朵 裡面是凋謝的花朵 你這個花朵看起來怎麼樣 當然看了盛開的花朵 不會看凋謝的花朵 所以就出這個問題嘛 謝謝老師 這是你老公的話 你會怎樣 因為我剛才一直聽到 康海大哥講說 什麼盛開的花朵 我的凋謝花朵 我就不是在想說 靠 我真的是個 凋謝花朵 因為你在家裡面 你沒什麼時間 你還沒 妳還沒凋 會太打扮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女生 就是說到這夫妻之間的情趣 我就說實在話 我是覺得真的還是需要 大家用心要去經營 因為好比是說 其實我在家沒有什麼事情 我真的不會化妝 可是像今天我來 我來上通告 那你錄影之前 我一定會在家裡面帶點裝 然後你就要穿好看的衣服 我老公看我的眼神 就真的會不一樣 他就會說 你這樣去上班 他就覺得說 你今天就是整個就是 就很漂亮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要約出去吃飯 那你約出去吃飯的話 我覺得一起一種情緒 你看電影也好 吃飯也好 你把自己打扮成就是 又判若兩人 我覺得老公那個新鮮感 還是會有持續的 不過年紀大的女生 會覺得 沒差別人的錢 你今天一張電影多少 兩個人去看 三個月 三個月 那便當才吃兩天對不對 所以很多女人會這樣子 老女人 院長 這個他已經中風了 然後他這樣子去迷上按摩 花這麼多錢 你覺得對他的身體健康嗎 其實我剛剛就是在 一開始就強調說 人的需求就是從最底層 直到上面 中間那個就是說被愛 那有很多人因為在裡面 沒有得到這個正常的愛 他就會想到 不管這個是真的假的 假愛真愛都不知道 但是他有覺得說 我出去外面就是 人家會尊重我 把我當老爺 所以我給他小費是應該的 人家愛我 所以我給他是應該的 所以有很多 不管是男的 女的都一樣 都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也許大家現在要批評 是男的嗎 但是不要忘記 還有你的也是這樣子 就講一句不好聽的話 說沒有錢的人 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有錢的人 這句話可能會傷到很多人 對不起 你找一個嚴格性到家裡面來 醫管上可能是三千萬的 他也畫得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種被愛 或者是一種需求的感覺 你如果知道三千萬 趕快搖搖頭 不能說 沒有啦 你不要聽過什麼 我們人不要說就好了 告訴我們 要多大百 只要一千萬 基本是百萬 當然有上千萬 你說怎麼辦 基本是百萬 什麼樣的 要到上千萬 什麼樣的行情 知名度不同 知名度不同 最高到上千萬 對 那個知名度到上千萬的知名度 大概是什麼樣的知名度 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說 我都不知道 院長 能夠出這個錢的 表示大家都幾百億千億的 有 這個就在過去 為什麼有很多的這些女孩子 想做明星 那明星是代表她的身相 對 跟這個院長所推的問題 這東西我們也很了解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有些藝人 在一般的收入是不夠的 可他必須要打扮 必須要這樣錢花 他必須要花錢 對 那花錢怎麼辦呢 他於是就是說 在暗地去做些 他不願做的事情 可是目的 他沒有那個錢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身價 表現出來 那我們常常也知道 這些藝人甚至很辛苦 你不要看他 出名以後不一樣的 在沒有出名的時候 在真的往上爬的時候 他就常常會做這種事情 那我們也在行業也知道 我們就常常去炫不要 可是我們有一些 很多難的人 會鑽到我們的圈子來 兜這個事情 兜 兜 怎麼樣 我跟你講多少錢 我跟你講 絕對沒問題怎麼樣 多少錢 他等同前客來介紹 他用那個 他也許了解你心裡 你的需求量很大 要這個錢的問題 他就找一個兩個 試一下 他OK了 後來他再跟你講 會再兜一個更好的問題 他不在別的地方 他也不在外面 他比如到你家去 或你的腦部不在家 什麼不在家 來去一趟 就這樣子 然後見了沒有 不打招呼的 假裝不認識 他們絕不會認識的 他就這個樣的習慣 可是這種人 講不好聽到 講白的話 像越南講東西 我大概也知道 哪些人會做這種事情 可是這種事情 也就是 一個怨打 一個怨哀 我一個朋友 也就喜歡這樣子 找了一個女的 就這樣 就愛上她了 結果就娶她做老婆了 他就跟 他就有天就 心情緒不好 就跟老婆講 你是不是在我之前 有跟別人這個樣子 他說我覺得沒有 你是我第一個碰到的男人 他說這樣子嗎 真的假的 他說他就不太相信 因為你跟我這樣 你跟別人 一定會是個樣子 他不相信 他就開始打聽 一定要找出那個人 有沒有跟他怎麼樣 至於每個人 一看他來 沒有... 你老婆我們絕不敢碰你 你老婆 他太保守的一個人 一點情緒都沒有 像個木頭一樣 他聽我說 像個木頭 我說你怎麼做 我老婆像個木頭一樣 就這樣講的話 穿幫了 他沒有穿幫 他木頭 他... 我跟老婆講 你不會跟我在一起 像木頭一樣 我什麼跟你在一起 我愛你 怎麼會像木頭一樣 就很熱情 他想也不對 這是應該他們講的不對的 我老婆那麼熱情 怎麼會像木頭一樣 他這麼多疑 那是叫沒有感情的做法 跟有感情做法 是不同的 就這樣 那個行情多少 那個人 你以為行情多少 他少了好幾百萬 他就是因為他 他那個老公就是 是我的朋友 扎錢 扎了好幾百萬下去 甚至有一次 扎一千多萬給他 什麼叫扎一千多萬 就是他花一千萬多萬 給買他的心 不然他能不能跟你跑 幾十萬 不必的 那一千多萬 是買什麼送他 買房子 買什麼送他 那時候房子 一千多萬兩千萬 就買房子送給他 把房子付定一千 買好給他 給他看看就可以 是為了追求他當老婆 我還是說只是為了他的身體 不是為了追求他當老婆 因為他要愛上他的 這樣沒辦法 那那個可以理解 第一次他沒有 不是愛上他 他開始的階段 不是這麼長生的 剛開始不是 對啦 來幾次以後 慢慢變成有感情在了 了解 了解 所以有很多 你不要再看你 像我們很多家富豪那些 富二代那些人 他都是這樣過來的 你以為那真的在大陸家富豪 一開始就認識他 就可以這樣情況 不是一摸摸也是要來的 吃飯在一起玩 跳舞這樣 今天來收費用 我居然跟朋友要做費用 我們台灣很多 台灣很多藝人在大陸發展 都做這種事嗎 都做這種事 多了 我講實在 多了 我們很多的大牌都正如死 有這種環境 在大陸的一些藝人 有做的事情我知道 對... 但是我也連他明日是誰 我都不跟你講 那講的話 我有死得更難看了 理事長 還有什麼理事長 在對岸的行情應該更高吧 對岸的行情 人家為什麼會嫁給 大陸人的富二代 他出不到那個時間 你的富二代砸性 不像他講的一千萬 他砸是五百萬一億砸的 你知道嗎 砸了人家這樣情況 對不對 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這一輩子 你才能看